大太阳高挂 今天炎热程度 连气象鼠都说像夏天一样 白天各地高温都突破30度 气象鼠甚至针对6个县市发布高温警戒 包括彰化 云林嘉义 还有台南高雄都列入黄灯 回顾2018年高温灯号上路后 在春夏期间最早发布警戒的一回是2021年3月30号 换句话说 24号的今天再次刷新记录 今年成为高温灯号最早发布的一年 要是再往前回推到2月 更能见近年再比谁更热的激烈 今年最早发的是2月20号的时候 针对的是属于南高屏地区 那在去年其实在2月13号就已经有发布 那同样的范围也是属于台南跟高雄地区 比较偏属于这种高压回流的天气形态 造成的这种暖的空气开始上来 还不光台湾不断测到超高温 香港天文台 今天也测到高温30.3度 说是1884年有记录以来 第一次在3月得出如此高温 各地拉警报也包括水库 以全台蓄水量最大的增稳水库来看 前一天水量再度下降0.84% 今天蓄水量正式进入五成保卫战 还有目前蓄水量剩最少的台南白河水库 则是前一天有上升0.04% 但还是只剩18.5% 盼着梅雨季让水量顺利大增 周二的时候降雨的范围明显的集中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 那是因为封面过去 到了周三之后呢 因为这封面过了以后 东北气风的影响 那可是这是比较偏干的 所以发现降雨又开始缓和下来 只剩下比较偏向是东南部或是宜蘭的一些部分的区域 气象鼠说明 未来一周各地降雨都不多 气温则是除了周二到周四稍微下滑 基本上也是持续高温 当中中南部低温会高于20度 高温则会落在28度以上 属于日夜温差大 但过热问题是在上升 八大新闻连续方正 创报道 记得按订阅 开启小铃铛哦